以院长就报告事项一 政府施政成果报告才是 决定准与备查 院长表示 自105年5月20日 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 在蔡总统的稳健领导下 行政团队这8年来 齐心团结 一棒接一棒 全力以赴 推展各项振兴经济 照顾国人 捍卫国家 深化民主 呼应民生的 福国利民政策与建设 接着我们来报告 强韧经济的部分 强韧经济关键在于 产业的成功的转型 我们从2016年开始 有打基础的 5加2产业创新 2022年 接续有六大的核心战略 那么维持技术的领先 布局前瞻的应用 我们整体实际投资金额 已经有2.27兆 创造了15万个就业的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 在光电跟风电的装置容量 8年来 我们提升增加了8倍 离岸风机从无到有 现在已经完成了 将近300座的离岸风机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再生能源的发电量 跟2016年相较 我们增加了110% 这8年来 我国的平均经济成长率 是3.15% 居四小龙之首 GDP累计增加了27兆台币 0到6岁国家和你一起养 我们无论在育儿津贴 托育补助 就学补助 幼儿照顾的经费 跟不孕症的补助的经费 跟津贴都大幅的增加 我们长照的经费 从2016年不到50亿 49.5亿 到了今年2024年 已经增加到876亿 增加了17倍 在基本工资 月薪 我们从2016年的 差不多2万 提升到现在的27470元 增加了37.3% 时薪的部分 更大幅的调高了52.5% 从2016年的120 到今年现在的183 在军工教的部分 军工教累计 8年来三次的调薪 实质提升了所得11.4% 未来将以行动创新的AI台湾 持续推动福国立民的政策 团结向前 迈向卓越 壮大台湾 以上报告